考古姚晨 灵霄素的互泼脏水大战 太精彩了 娱乐圈明星分分合合挺常见 但分手演成罗生门的 哎 小巴倒是没见到几个 哎 灵霄素和姚晨呢 就是这么罕见的一对 所以咱们的 娱乐圈恩怨清仇录第15期 就讲他俩的事 从2011年官宣离婚 到现在已经过去12年了 俩人呢也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连娃都剩了好几个了 但他们的恩怨就搁到现在 还时不时来个 回马枪 没办法 谁让他们俩都和出轨对象结婚了嘛 两个人不嫌疾的关系 再加两个人凑热闹 那可不得乱成一团麻 哪怕他们想忘记 吃瓜群众都替他们记着呢 时间回到2011年 在1月28号那天 一向以娱乐圈模范夫妻著称的 灵霄素和姚晨 发布了首写的离婚声明 在离婚声明里 俩人呢还维持着体面 互相祝福了一波 还说什么 哪怕结束了 也还是彼此生命中最信任的亲人 结果 两个人的体面维持了不到两天 就被八卦的媒体给出破了 夫妻俩都婚内出轨 有新婚了 静调下巴 灵霄素不是在半个月前还当着媒体的面说要给姚晨一个婚礼吗 自己当新郎的时候没办事 新郎的时候也没办事 呃必须得 咋的明星现实生活中演技都这么好的吗 又过了两天 舆论突然集中火力对付灵霄素 他被石锤出轨唐一飞 吃瓜群众兴奋的开始了 抓渣男 打小三活动 很快这人就被扒出来了 正是和灵霄素合作狼歇如铁的唐一飞 这下灵霄素和唐一飞被舆论猛攻 一个被骂渣 一个被骂三 而姚晨和他的好情郎 悄悄摸摸的变身了 现在回过头想 难怪隔了十来年 灵霄素和唐一飞还是不肯放过姚晨呢 这是有缘缘的 说回当年 狼心如铁在2009年年底开机 在2010年年初的花絮里 还能看到唐一飞和灵霄素的合作片段 这时候的俩人就已经有点苗头了 唐一飞睡觉 灵霄素拿着摄像机偷拍 还各种搞怪 在唐一飞的博客里 也记录了和霄素欧巴的亲密互动 要晕倒了汗 欧巴救我 穿着球服 霄素欧巴说 套子里有这么漂亮的女犯 自己愿意关一辈子 哎呦 这不是打琴吗 翘死死吗 注意 这时的灵霄素 还是已婚身份 两个人完全不必嫌大 虽然当天唐一飞的工作人员 就进行了回应 俩人只是好哥们 不是传闻中的关系 但在铁证如山面前 压根没几个人相信 还有网友扒出疑似唐一飞的小号 公然挑衅正宫姚晨 手下败将 唐一飞忙着澄清自己和林霄素的清白 称自己这是背负了墨秀的罪名 而姚晨的一句 匹诺曹 原来你是个女帝 暗戳戳的说 唐一飞在撒谎 她这个举动 给唐一飞岌岌可危的口碑 倒了一整壶油 这边呢 林霄素也没闲着 发表了一篇常文声明 却差点把自己给捶死 我是出轨了 唐一飞也确实是我的女人 但我和姚晨离婚的原因 不是出轨 没见过对自己这么狠的 虽然林霄素很快删了这则声明 还称自己被盗号了是别人罚的 但平台工作人员的一番话 却彻底让她轮回了小丑 在林霄素删除声明后 平台工作人员出面回应 不可能是被别人盗号的 只有本人能删除动态 和姚晨有过合作的宁财神 也出面站队 还骂林霄素 圈内谁不知道你俩的破事 一套组合悬下来 林霄素和唐一飞 被吹得是替一屋玩夫 2011年神剧 《回家的诱惑》热播 也给林霄素的口碑添了桶油 在里面是眼扎得 明明白白的红世贤 因此 还有不少观众戏称 林霄素是从戏内扎到了戏外 在2012年6月7日 与唐一飞于武汉低调完婚 当时还有新闻说 林霄素家人都不肯接受唐一飞 一个人都没有去 直到10年后 林霄素才回应了一波 当时他娘就站在他后面 有意思的是 在姚晨和林霄素 关键离婚俩月后 姚晨就公布了 和曹玉恋爱的事 林霄素结婚半年后 姚晨也结婚了 但有林霄素扛住火力 战火 他愣是没有烧到姚晨身上 这恐怕呀 林霄素也是事后 在回过味来 第一回合的战斗 姚晨大获全胜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林霄素和唐一飞 被骂的是铁屋玩不 林霄素越来越糊 中系第一名毕业的唐一飞 沦为家庭主妇 姚晨则进军大营幕 成绩斐然 时间来到2014年 事情迎来了反转 那时候 姚晨因为恶之花的言论 口碑已经大不如前 同年8月 离婚律师热播 惹恼了林霄素的好友 聚春雷 于是在网上爆料 林霄素被姚晨坑了 他才是那个坏人 谁曾料到啊 隔了三年 这场狗血故事 还有售后 聚春雷发长文 戏数姚晨四宗罪 拍第一部戏就出轨 那部戏 还是靠林霄素妈妈的关系进去的 结果转头 就出轨果敬林 新大的林霄素 原谅了他 俩人就扯了这 第二次出轨 是和房前屋后的演员 周小斌的弟弟 第三次出轨对象 是孙宏雷 这次还是姚晨主动 跟林霄素说的 看到这儿 不得不感慨一句 鬼圈真乱啊 不过呢 上面这几段都没有实锤 孙宏雷还专门回应 自己不会碰有夫之妇 但第四段和曹玉的出轨 那算得上是板上钉钉了 在2010年3月 电影《爱出色》开机 主演是刘烨和姚晨 而曹玉则是里面的摄影师 后来刘烨在接受采访时 不小心坑了姚晨一把 曹玉摄影师嘛 就我们 爱出色的摄影师 我们在一起嘛 当时就是 我感觉出一点点小苗 后期宣传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 就等于说是他们那会儿 应该差不多已经在一起嘛 没公开还 没公开 这对前夫妻双双出轨 算是实锤啦 巨川雷的爆料 在当时引起了滔天巨涝 还放言 压根儿不怕姚晨告他 而姚晨的反应 也很有意思 只是转发了 2009年和林霄素 秀爱的动态 配上一句 满指荒唐 物是人非 伺候不再发声 直到2021年 才后知后觉地将一些黑稿 告上法庭 但对于巨春雷 姚晨就这么轻飘地放过了 这态度 各位喜品人吧 三天后 林霄素给这场战斗 画上了休止符 称 一切杀戮到此为止 在这次的回应中 他将巨春雷 比喻成了狭肝意识 对姚晨则是 恨之入骨的生命过客 这一次 林霄素赢了 姚晨 输了吗 未必哦 在这几年里 他已经成长为 不会被轻易扳倒的 一线女性了 但俩人的斗争 还没有停止 林霄素在参加 某场发布会的时候 一个疑似 姚晨粉丝的女性 给林霄素送花 又掀起了点波兰 但始终没有什么大的水花 直到2019年 这一年 林霄素和唐一飞参加综艺 妻子浪漫旅行3 首次大谈这段 让他们不敢回看的经历 唐一飞更是想凭借这个机会 洗掉自己身上的脏水 节目下来后 唐一飞还时隔多年 再次注册了微博 连发四条动态 澄清当年自己 并没有注册小号 还阴阳怪气了一波 当年姚晨的出轨对象 雷哥哥 果哥哥们 有名无分 发完一通脾气后 还不忘威胁姚晨芳 你们的秘密 我可是咬着后藏牙 才忍住没说的 别逼我 不知是懒得回应 还是真的心虚 这次姚晨芳真的没有动静 不过唐一飞这身脏水 还是没能洗掉 不管她和林霄素的恋爱 有多少隐情 但俩人也确实在婚内 就关系匪浅了 唐一飞的付出之旅 还是夭折了 在2020年的 演员请就位二里 因为不愿意试演小三 她放弃了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 在群潮中退赛 林霄素虽然靠着演员 短暂的有了热度 但很快又糊下去了 而姚晨呢 一直家座不断 2019年又因为都挺好 大爆 稳坐女一号 从献煞旁人的校园情侣 到老死不相往来的仇人 姚晨和林霄素的感情历程 挺让人唏嘘的 俩人一尽孝 就成了欢喜冤家 一个小眼睛 一个大嘴巴 互相吵着吵着 吵出了感情 在大二就走到了一起 纯洁的校园感情 在娱乐圈变了味 差距呢 越来越大 在姚晨和林霄素的 理婚声明中 两个人都受努力过 或许啊 这话也不假 在2009年姚晨拍 和空姐一起的日子 点名要林霄素也难住绝 谁能想到 这是两个人 最后一次合作 在2010年年初 姚晨还在微博上 发长文 记录她和林霄素的恩爱日常 要给自己的家人和老龄 寄一封十年后的信 可惜啊 感情半点不由人 两个月后 她就认识了 第二任丈夫曹玉 和林霄素 越走越远咯 从2011年 Battle到2021年 这场没有赢家的 离婚大战 算是平息了 但未来哪一天 再翻出来 也说不准 咱们看课呢 就端好小板凳 吃瓜就是咯